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交锋,最核心的一点,就是双方如何理解一个中国的原则。 一个中国的原则,本来白纸黑字,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毫无欺义。 联合国与181个与我建交国,也包括美国、日本、西方国家,对此都是认同的。 为什么会突然产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呢? 问题不在概念的表述、理解上,而在于美国一方,完全是在故意在扭曲、篡改、掏空。 否定这个原则,美国以及小跟班的龌龊之处,在于他们明知道这一概念的本来意义,而是洋装糊涂, 故意拔水搅浑,恶意颠倒黑白,而且还装无辜,装善意,装纯洁,装正义。 这就让人很受不了。 在我的印象中,我们中国的外交一向是彬彬有礼,温文尔雅的,很少剑拔弩张,火力全开。 恶欲相向,更不要说破口大骂了。 但这一次,七国集团外长与欧盟外长的联合声明,美日澳外长的联合声明出笼后, 中国外交官把他们骂了个狗血喷头。 五国外交官骂他们的事如下几点,第一,他们威胁中国,他们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有条件的,那就是适用就坚持,不适用就不坚持。 他们给一个中国原则,加上了前后坠。 这等于说,国际社会也包括他们,信誓旦旦旦,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,被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篡改了。 第二,他们把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挑衅,视为正常,当然,不必大惊小怪。 而把中国根据国际法认可的一个中国的原则,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行动, 指责为军事威胁和经济胁迫,反应过度,危害地区安全,完全是一副拉片甲,给台独分子打掩护壮胆子的丑陋腔调。 第三,他们给中国设置的概念陷阱是,如果你不诉诸物力,允许台独分子任意胡闹,那我们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 也就是你永远不同意,我们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,如果你要维护领土主权完整。 想落实一个中国原则高统一,那就是改变现状,我们就不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了。 他们弯弯绕一样的声明,就是说无论台独分子怎么过分,怎么实际闹独立,大陆都不能动武。 也就是说永远也不同意,我们就坚持一个中国政策,如果我们把台湾当成一个国家。 大陆生气了,想武力统一,那我们就要加以制止,甚至不承认台湾是你的一部分。 说白了,中国永远别指望统一,我们就坚持一个中国原则,中国只要想统一,我们就不再坚持一个中国原则。 这不要脸的政策,还不如直接说,我们就是不愿意中国统一还好一些。 相信读者看到这里就明白了,他们在跟中国人民绕圈子呢,难怪我国的外交官怒不可恶。 我们的外交官痛骂他们说,什么叫我?什么叫无耻? 如果世界上还有人不明白,请看看第七和欧盟外长的声明。 这就是现实中万恶无耻的活生生标本。 作恶多端,究极同伙,变本加厉,万恶之有。 助纣为虐,沆瀉一气,直目为马,无耻之极。 这个声明谈及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共同承诺,这是什么?又要做什么? 百年前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,今天这七加一又是八方,想搞新八国联军吗? 正告你们,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 任何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,中国人民必将加倍奉还。 华春莹说,猎强梦该醒醒了,还停在一百多年前是要出问题的。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旧中国,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。 以美国为首的七国集团成员,才是胁迫的形象代言人。 如若美方一意孤行,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美方全部负责,物为言之不欲。 最后这六个字分量可是非同小可。 用通俗话说就是别怪我提前没警告过你。 一般只把丑话说在前头,事后别后悔。 五国政府说这句话的态度,可是十分认真的。 第一次是周总理表达了类似一似,他曾经警告美国,美军越过三八线,中国将出兵朝鲜。 迈克阿瑟制若网文,随后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。 第二次中影边境冲突,人民日报社论说了这句话,先礼后兵开打了。 第三次,新华社提出警告结尾使用了这句话,随后珍宝岛战争爆发。 第四次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,又用了这样的警告,随后开始了对月子卫反击战。 第五次2012年在钓鱼岛问题上,新华社通过微博平台发布警告,物为言之不遇,日本听懂了实际上泛软了。 第五次是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,新华社再次发出物为言之不遇的警告,我们又胜了。 这一次华春莹话音刚落,我军环台湾岛大兴军事演训活动立即展开,惊天动地,地动山摇。 而这只是开始,很显然在华春莹代表中国说出这句中话时,美国人是有那么一点大惊失色的。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,这一次如果美国不会到一中原则本意,中国就会单方面行动了。 什么是一中原则本意呢? 1972年2月28日的中美上海公报上说,美国认识到,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,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。 1979年1月1日中美尖交公报说,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,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 在此范围内,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、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。 美利坚和中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,即只有一个中国,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1982年8月17日的中美公报再次确认,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,并承认中国的立场,即只有一个中国。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在此范围内,双方同意,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文化、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。 现在这个无耻之际的美国,因为遏制打压中国保持自己霸权的需要,清清楚楚的一种原则。 变成了这样,一种原则是建立在中美三个公报,与台湾关系法,六项保证。 两岸必须和平解决分歧,美国对台湾自由民主价值坚定不移的承诺,对地区局势和平稳定的关注,对基于国际法的政治秩序的维护,是中国顺从讹诈与否,保持弹性的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的原则。 看完这一段话,你们是不是废斗要欺诈? 这个无耻的国家,几乎把一个中国原则,变成了一个无所不装的皮毛。 我们永远叫不醒装睡的人,也永远说不服假装不懂的人。 要让美国回到最初的一个中国原则上,这比登天都难。 所以这一次,明确说出物为言之不欲也的中国,开工没有回头见。 这个问题要想彻底解决,那就不再打嘴巴官司,直接收复台湾就行了。 当然收复的时机,方式,步骤,是我们说了算,不会让美国的拱火阴谋得逞。 我们已经展示了收复台湾,阻止美军介入的强大实力。 我们将近最大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,而不是把台湾打成一片废墟,让美国人偷着乐。 咱们才能viously工作。 我们选择油,一家商量语会保持者, reconnect。 不后来会发现了那种一辈子希腱。 我们选择ается转捷摶。 Т架上要需要呢,马桂香乐呵 blinking应。 我们が融候esc chambersoso,然后断崖的要适量ear.